瑞幸 一个传奇的公司 因新年成立 19年赴美上市 20年被曝财务代价退市 而到如今 联名茅台 凭借一款酱香拿体 再次爆火出圈 这急上急下 过山车般的发展路径背后 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退市之后 出局 反攻 联名举报 收购 读完计划 各类公斗戏码 轮番上阵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这起波鬼运局 反转不断的商战往事 说实话 当年瑞幸顶着巨亏的帽子 在美国上市 被奉为民族之光 讲之前 我们先简单讲一下 瑞幸的发家史 17年10月 瑞幸在北京横空出世 他们第一家店 开在北京银河SOHO 至此 举着小蓝味的汤维和张震 迅速席卷 一线城市写字楼的 电梯间广告屏 这个实话 大家突然发现 瑞幸咖啡的口感 其实不输星巴克 但价格却更加亲民 一时间瑞幸横扫中国一二线城市 不到两年就开了2500家门店 那有人可能就问了 这到底是咋做的呢 首先就是互联网企业的惯用套路 手带免费 复购大折 分享有理 令大家爱占便宜的心理 快速的抢占市场 让大家养成下单的习惯 当然这种做法 并非是瑞幸的首创 当年的美团 饿了么滴滴 也都是这么操作的 对于咱们消费者 那是有羊毛 不薅白不薅 还有就是 直接叫板 行业老大星巴克 你要知道 星巴克在92年 便在纳斯达克上市了 其股票收益 一度超过当时的通用电器 百事可乐 以及微软等等 据了解 星巴克单杯的咖啡价格 35块 而成本却要24块 包括5块的原材料 10元的店面装修费 9元的店租金 人力等等 而瑞幸则是把单店成本 叫到极致 然后在重点城市 大规模开店 如果不是后来瑞幸出事 它原本计划 21年底 门店要扩到1万家 还有就是 APP直接点餐 到店取货 或者快递上门 现在确实很常见 但在当时 星巴克还在刷实体的积分卡 你会发现 很多CBD楼下的星巴克 通常都是排起了长队 这一点 无疑被瑞幸拿捏得死死的 就这一套组合权下来 瑞幸快速崛起 自18年7月起 到19年4月 不到一年的时间 便连续完成了三文融资 十月 大征 GIC 以及军联中金资本等 知名投资机构 均参与其投资 不仅如此 在毕加伦 就连星巴克的股东 贝来者 也投了1.25亿美金 而瑞幸 投后估值29亿美金 100多亿的人力币 同学们 然而 令人震惊的事 还没完 19年5月17号 成立仅17个月的瑞幸咖啡 正式登陆 纳斯达克 成为全球最快上市的企业 因此被誉为 咖啡行业的民族之光 一度适时高达400多亿 直市场追求二 如日中天 但就在这时 一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20年1月 也就是瑞幸上市的 第13个月 一家叫混水的美国公司 对 就是他 爆出瑞幸财务造假 他指出 瑞幸在财务中 夸大了销售量 向于19年 第三第四季度 至少夸大了 69%和88% 这是什么概念呢 据瑞幸后来自己说 涂增交易额22亿 就这一手 真不知道 收割了华尔基 多少的韭菜 人家混水 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怎么就盯上了瑞幸 说到混水 它其实是一家做空机构 是由一个卡森布洛克的 美国年轻人 在10年年初创立的 这哥们儿呢 毕业于南加州大学 主攻金融 辅修中文 之后呢 又在芝加哥肯特法院院 读了法律 并且在投行和律所都工作过 因此对金融市场和合规问题 都非常的精通 而正好他老爸呢 也是做金融的 对美国市场非常的熟 于是这一负责的俩 便联手抓住了这门生意 做空中概股 上市公司 通过借券卖出获利 据统计啊 混水成立10年 做空了18家中概股 像分众传媒 新东方 而混水这个名字 也贼有意思 取字成语 混水摸鱼 简直是一语双关 既指资本市场里 混水摸鱼的公司 又指自己先把水搅混 再从中赚钱 简直不要太形象啊 那混水 又是怎么做空瑞幸的呢 据说啊 混水雇了92名全职 1418名的兼职人员 在瑞幸全国 53个城市的门店 全天候录像 一共录了 11,260个小时 并且收集了 25,843张小票 最终发现啊 瑞幸通过跳号的形式 虚增交易量 并且单杯价格 被夸大了至少12.3% 不用说啊 混水报告一出 直接将瑞幸推到了风口浪尖 霸占各大头条 20年4月 在舆论和监管的双重压力下 瑞幸公开承认财务造假 车市公司首席运营官CEO 刘健等人搞了 牵涉交易额22亿元 那问题来了 管理层煞费苦心财务造假 这是为什么 是为了继续请大家 免费喝咖啡吗 还是说为了割资本主义的韭菜 耗资本主义的羊毛 当然不是了 据混水调查 瑞幸管理层陆续套现了 他们手中49%的股票 占总股本的24% 所以大家懂了吧 结果大家也知道了 20年6月 瑞幸咖啡进入退市程序 结束了400多天的上市之旅 股价缩水90% 收割华尔街 好在不是在国内上的事 好 那退市就完了吗 当然不是的 20年9月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及上海北京市场监督部门 对瑞幸做出出罚决定 罚款6100万元 20年12月 瑞幸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支付1.8亿美金赔偿金达成和解 至此造假事件算是告一段落 这本以为瑞幸就这样消失了 可谁知道 现实远比故事更加精彩 一场管理层的内斗大戏 即将上演 你要知道 瑞幸的快速崛起 离不开这背后的黄金铁三角 瑞幸前董事长陆正耀 愉悦资本创始人刘二海 以及大正资本创始人黎晖 这三兄弟也不是第一次合作的 此前 他们就共同操盘了神州租车 和神州租车的上市 讲到这 咱就不得不聊一下铁三角 到底是怎么集合的 91年 陆正耀大学毕业了 他先在石家庄 盖了两年公务员 后来实在觉得无聊 就辞职了 到中关锐创业 这一创不要 就结识了当时时任联想投资 执行董事的刘二海 两个人是一见如故 老陆对资本运作是一窍不通 也不想拿富翁的钱 但作为投资人的刘二海 敏锐的察觉到 此人是个人才 就时常给他花大饼 最终老陆拿了联想投资的钱 双方接下了深厚的友谊 出汤倒火 上刀山下个锅 好兄弟 07年9月 老陆成立了神州租车 进军租车市场 但初期的发展并不顺利 而且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也融不到钱 可以说是岌岌可危 激进倒闭 就在这关键时刻 这兄弟刘二海 不是盖子再次出手 联想追加投资 但不得不说 老陆绝对是个赌徒 一年8月神州租车 发动了降价幅度 在30%到50%的价格战 直接震惊同行 要知道 这种打法特别的激进 通过降价 补贴 虽然能够快速占点市场 但是一旦现金融断裂 马上就会崩盘 眼看这资金又不够了 老陆就赶紧拿着财报 去找刘二海 结果老刘直接下论断 我俩要完 没办法 老陆只能决定再赌一把 赴美上市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失败了 此时的神州租车 负债率超过90% 可谓是生死一线 但命运这东西 有时真的是不可琢磨 就在这个时候 龙龙要碰到了黎徽 此时的黎徽 担任国际顶级四目 华平投资的亚太区总裁 加上刘二海 他们三人经常一块吃饭喝酒 很快便熟络起来 没多久啊 老陆便顺利拿到 华平两亿美金的投资 至此神州铁三角集结 一个年四月神州租车在香港上市 铁三角共享资本的盛宴 不用说大家都赚得盆满钵满 那关系就更加铁了 而后老陆觉得无聊 又连同铁三角杀劲的网约车行业 成立了神中优车 16年7月 神中优车正式在新三板挂牌 交易首日市值高达417亿元 而这距离它成立也仅仅才一年多 不用说掌握财富密码的铁三角 又继续开始了新的征法 只不过这次的赛道选择是咖啡 那有人可能就问了 老陆的财富密码到底是啥呢 咱们复盘老陆的几次创业 这套路其实也简单 融资疯狂开店继续融资 降价补贴抢占市场 上市垄断市场涨价 所以说你这么看 就可以理解黄金铁三角的搭配 老陆负责项目运营和管理 刘二海离辉负责融资和上市 你要知道赚钱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赚市场的钱 那个真的是辛苦活 另一种就是讲故事 赚赚资本市场的估值差的钱 即使你亏损 只要故事讲的好 击鼓传花的股市传奇 又永远不会停 我猜这可能是他们的财富密码 如果不是瑞幸爆出财务造假 我想铁三角还会有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个 像瑞幸神舟一样的故事 讲给资本市场听 那问题来了 如此配合默契 一起赚过大钱的铁三角 怎么就突然反目成仇了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 20年6月 瑞幸咖啡一口气 连续发了三份公告 除了一份退市声明 另外两份就有意思了 一份是瑞幸董事长陆正耀 提议召开股东大会 罢免自己以及独立董事 邵教恒 黎晖和刘二海 你是个狠言啊 大家看到这是不是懵了 怎么还罢免自己 而且还要把自己的两位好兄弟 一波带走 这一波骚操作呢 其实是大有深意的 据媒体猜测 自从瑞幸被爆造假 黎晖刘二海就与老陆决裂了 这其实也很好理解 财务造假可不是小事啊 搞不好那是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要坐牢的 两位肯定也不想把自己搭进去 另外啊值得注意的是啊 老陆提议罢免的另一个独立董事 邵教恒正式主导 调查瑞幸财务造假的特别委员会的主席 这么看大家懂了吧 自己作为董事长 不管造假参与没参与 自己肯定是男子其就 如果我趁机还能把几个对手带走 全换上自己人 那这一手金铲脱脚可就太成功了 再看第二份公告啊 则是离辉刘二海他们提议罢免陆正要 这不得不说 到此时曾经叱咤风云的神舟铁三角 算是彻底决裂 不过后来啊也确实如老陆所愿 他自己与离辉刘二海 邵教恒等董事均被罢免 而留下的政事 老陆曾经的助理郭锦衣 而且成为了新任董事长兼CEO 但他没想到的是呢 几个月之后啊 所以他持有瑞幸的股权 被英属英群岛法院宣判清算 他安拆在董事中的自己人 全部被清除 自己得意的门徒郭锦衣 也逐渐倒向自方 被罢免的邵教恒呢 又重新进入董事会 成为了独董 至此老陆的人马 尽数被提出董事会 联合学大政资本正式上台 那老陆是否会善罢甘休呢 当然不会 21年1月老陆再度卷土重来 瑞幸七位副总裁 五位总监 34位区域经理 连名写了一封罢免信 称现任董事长 CEO郭锦衣 无德无能 公司已经到了存亡边缘 还给他列了三大罪名 贪污 腐败 中饱私囊 铲除异己 倒通罚意 能力低下 但郭锦衣很快反击 说这就是陆正耀 前置下他们的阴谋 部分员工不明真相 被裹挟签字 但资本的游戏 说到底 还是靠money说话的 阴谋在绝对实力面前 还是不够看 22年1月27日 瑞幸宣布 大政资本联合国际 团队持有瑞幸的 3.83亿股份 这些股份 就是之前被 英属维京群岛法院 宣判清算的那些 收购完成后 大政资本持有瑞幸 超过50%的投票权 实现绝对控制 老陆彻底出局 但这事还没完 李辉毕竟是资本运动的高手 以他对老陆尿性的了解 估计还要搞事情 于是又搞了一个后手 读完计划 这个咱们直接都讲过 如果有人想恶意收购瑞幸 抢夺控制权 这个计划就会触发 瑞幸将大量低价增发信物 贪博收购方舟的股权 将乐意收入的野蛮人 拒之门外 好家伙 这一下彻底绝了 老陆翻盘的念想 至此瑞幸股权之争 尘埃落定 三个人一台戏 零到铁 全局的人却没了姓名 你说搞笑吧 如今的瑞幸 可能只想安安静静的 做好一杯咖啡 那全将瑞幸捧起又毁掉的人 他不想再碰 但前路如何呢 我们也只能边走边看 但不得不说 瑞幸能够屹立不倒 也验证了消费行业的 一个永恒的真理 没有被消费者抛弃的品牌 不算真正的死亡 好了 这一期到这里了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资本市场的案例